这片鲜红诱人切成0.2公分的美国拿可牛肉 只要烫几秒钟就是无人不爱的火锅肉片 除了买原装真空包 你可以请厂商把一整颗的美国拿可牛肉 分切成火锅肉片 再包装成每包大约500公克的真空包 通常会先解冻到零下一度后 对切再切成薄片 虽然需要另外加工钱 但是这样对忙碌的家庭可能更适合更方便 除了用来烫肉片 今天大叔要用美国拿可火锅牛肉片 示范三种简单好吃的家常料理 美国拿可牛肉玫瑰千层锅 酥炸千层美国拿可牛肉 美国拿可牛肉墨西哥起司馅饼 分别用煮、炸、煎三种不同通认技巧来呈现 Let's go 本节目由美国肉类出口协会赞助播出 先来做美国拿可牛肉玫瑰千层锅 主角当然是一包已经切成薄片的美国拿可牛肉片 大约400公克 其他只需要一颗大白菜、寿洗烧酱汁和青葱 把大白菜小心地剥成单片菜叶 先烧一大锅水 水滚后把大白菜放入水中 白菜先汆烫煮软 更容易卷出漂亮玫瑰形状 也可以减少煮锅五的时间 让较精瘦的美国拿可牛肉片 不会煮过久 五分钟后取出沥干 放凉带用 下一个小诀窍 先打一颗蛋 加入一些太白粉 打散 再加入一些寿洗烧酱汁 再打均匀 这个刷酱我们会涂在肉和白菜之间 能帮助保持玫瑰的形状 也让牛肉口感更滑嫩 接下来打开真空包 把一片片的牛肉取出 虽然来自后腿骨部位 因为是美国牛 仍然有油花 吃起来也不会有草腥味 白菜冷却后 先把保鲜膜平敷在砧板上 上面抬整齐烫过的白菜叶 刷上蛋液 铺一层美国拿可牛肉火锅片 再刷一层蛋液 然后从叶子的一端 小心地卷起 卷成圆筒形状 尽量压紧一点 这样子花会比较好看 重复这些步骤 做成大约三条白菜牛肉卷 再切成大约三到四公分的长度 大叔喜欢在白菜叶直径中心切开 全部切好后 放入浅的铸铁锅中 再把大约三汤匙的寿洗烧酱汁 直接倒入锅中 不需要加水 盖上锅盖 煮大约七到十分钟 这时来做沾酱 打散一颗蛋 加入少许寿洗烧酱汁 再打均匀 简单 好看 好吃 健康 营养的 美国拿可牛肉 玫瑰千层锅 沾一点酱汁 嗯 十分OK 酥炸千层 美国拿可牛肉 主要材料当然还是 250公克的 美国拿可牛肉火锅片 我们先倒入少许吉利丁粉 加水 调和后 再加入少许照烧酱 增添肉的鲜味 吉利丁是天然黏着剂 可以让肉片定型 不容易散开 也增加胶值 让牛肉口感更佳 接下来把保鲜膜 放在砧板上 上面放一片美国拿可牛肉 涂些吉利丁 再重复两次 总共三片 然后再放片乳酪 这个第一块酥炸牛肉 大叔想在中心 放一条乳酪条 然后再重复之前的顺序 但是相反 就完成了第一块 这一包剩余的肉 尺寸比较小 我们就用乳酪片 相夹两到三片牛肉 就不放乳酪条了 总共做成三公分后左右的肉排即可 美国拿可牛肉片比较筋瘦 加了乳酪片 口感更滑润 建议不要堆叠太厚 不然炸牛排 中心容易不熟 这两块千层美国拿可牛肉 做好后 用保鲜膜包好 我们会在裹粉前先冷冻 至少30分钟 肉变硬后能定型 也比较容易操作 然后准备好 酥炸三温暖 在烤盘中分别放好面粉 蛋液 面包粉 冷冻好的牛肉从冰箱取出 去除保鲜膜 再分别裹好面粉 蛋液 和面包粉 建议一只手保持干燥 另外一只手负责蛋液 才不会弄脏 然后起油锅 用中火把油加热至大约摄氏160度 大树这次油放的比较多 所以先炸大片的那块就好 直接炸三分钟左右 中途翻面一次即可 取出 第二片肉也重复同样的动作 如果肉比较厚或是冷冻太久 中心没有熟 可以放在烤箱里面 再烤个五分钟 我们切开来看看 吃到嘴里有牛排厚实的口感 而且因为已经切成薄片 中间还夹了起司 口感湿润软嫩 完全颠覆你对拿可牛肉的印象 台式 是美国拿可牛肉墨西哥起司馅饼 Kesadilla 主要材料是100公克的美国拿可牛肉火锅片 2片葱抓薄饼 2种起司 切达和瑞士起司片 传统的墨西哥起司馅饼Kesadilla 用的是玉米饼 大树超市没看到 用台式葱抓饼替代 虽然较厚但也别有一番风味 先来调底酱 把酪梨酱加入适量的番茄丁 玉米粒 葱花 调和均匀即可 想加什么料都可以 再热平底锅加少许油 把美国拿可牛肉火锅片 依序放入锅中煎熟 翻面一次即可 美国拿可牛肉火锅片很薄 只有0.2公分左右 煎10秒钟就可以起锅 肉要先煎才会香 接下来再用干净的平底锅 磨点油 用中小火来煎葱抓饼 两面都要煎 总共5分钟 第二片葱抓饼煎好后 我们先熄火 直接在饼的底部 磨满酪梨酱 上面再放好煎好的牛肉片 再撒上切打起司丝 瑞士起司片 用喷枪喷上色 最后再把太白粉蛋液 涂刷在葱饼的边缘 另外一片煎好的葱饼 边缘也已经刷上太白粉蛋液 淀粉加了蛋白质会变黏 沾了太白粉蛋液 即使煎过的葱抓饼也能黏住 分切成6片 就可以开心享用了 得好 吝啥 不止只能做火锅片 煮炸煎都可以用 干杯 比较煎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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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液 不止只能做火锅片 煮炸煎都可以用 或是你要用墨西哥式的玉米餅 都可以 都是Quesadilla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家試試看 看你可以把肉片做出什麼樣的花樣 歡迎加入我們臉書社團 廚藝功課不告然 把你的拿可肉片發揮你的想像 做一個令人意外的料理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乾杯